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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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哈囉 我們看一下2-3 向亮的內積與假角的C題 第五題 題目先要告訴我們說在座標平面上有三個點 A點的座標是 1-4 B點的座標是-3-1 C點的座標是-2-5 然後題目要叫我求向亮AB 跟向亮CB 這兩個向亮的內積出來的值 會是多少 首先我們先觀察的是平面上三個點 A點 B點 C點 這三個點都有告訴我座標 然後最後要叫我求兩個向亮內積 所以我們就先複習一下 向亮內積的座標表示法 如果在座標平面上有兩個 向亮A的座標表示法是 A1 A2 向亮B的座標表示法是 B1 B2 那麼向亮A跟向亮B 的內積出來的結果就是 向亮A跟向亮B的S分量相乘 所以A1乘上B1 再加上向亮A跟向亮B的Y分量相乘 所以A2乘以B2 所以我就最後向亮A跟向亮B的內積出來的結果就是 A1乘上B1 再加上A2乘上B2 有以上的觀念之後我們再回去看一下題目 題目最後的目標是向亮AB 跟向亮CB的內積 所以我就先求出向亮AB的座標表示法 那出來的結果 會是-43 那向亮CB的座標表示法 是-1-6 那我也知道這兩個向亮的座標表示法 那麼我就可以知道 向亮AB跟向亮CB 內積出來的結果就是 這兩個向亮的S分量相乘 所以-4乘上-1 最後再加上什麼 這兩個向亮的Y分量相乘 所以3乘上-6 所以我就出來的結果是4 再減掉18 最後答案就是-14 -16 8